餐盒排列整齐 陆续装满素食料理 这是慈祭志工洪小平与郭春莲 邀约朋友在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这一天 力推斋戒 我都跟他们讲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尽量吃素 然后我们那时也没有说限定人数 就是说大家尽量找 也是没有去想到响应那么好 实业家李明珠全力配合 是因为他听懂了如何救生护生 因为我们做那个素食500个 只是想要把那些生命给救回来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因为很少吃素的人 然后就是鼓励他们吃素而已 150 我们没有分对象 拿到完位置 对 分完位置 好 你给不是吃素的人去尝素食 我这边找的很多个几乎都不是素食的 食材经过替换 就能荤转素 色香味一样俱全 用那个白骨来做成素食料理这样子 有些是材料我们看到的是荤的 然后我们就改成素的这样子 然后吃了人家吃了开心 我们煮了开心 超乎预期 有700多位民众响应如素 这些都将成为志工持续的动力 完整的爱也会在社区里 发挥的更深更广 大约新闻余秀军 林学群马来西亚报道